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般出片IBJJ的比賽 其實這樣已經是贏了 不過因為示範賽的關係 我們會繼續去做給大家一個示範的 現在大家盡量搶一個位置 去將對方take down 這樣take down 有 兩分 現在做一個sweep的動作 即是反轉身 藍術也都搶回兩分 現在黑衣下面的衛生組做了一個triangle的三角角的動作 已經將對手降伏了 三角角般來說 就是將對方的動物血脈鎖住 而血不到腦 一定要投降的 否則會還 現在 藍衣的選手在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full mount的動作 是有四分的 整個人爬上上面 就有四分 那下面呢 盡量是要逃走的 一般來說 你會見到BJJ的人 就會一路 好像在地上打關斗 做些甚麼呢 一般都是做一些逃走 和class guard 現在他又再一次呢 差一點點成功 可以控制到他對方 其實呢 剛才我們第一場 是一個重磅一點的賽事 現在是一些輕磅一點的賽事 那一般正式的比賽呢 如果你打完你的磅數 你都可以報名挑戰 也要無限磅 因為BJJ的標磅 其實是 你小顆 都可以和大顆的人去打 剛剛也有兩分 那現在呢 上面的藍衣呢 盡量用身體的部分 壓制對方 那現在呢 那黑衣也都 再次想做一個 triangle的動作 OK 也都韓服了的 好 謝謝 繼續 那其實BJJ裡面來講呢 巴西游術呢 你關節所有的地方 都可以被人鎖 例如腳腕 膝頭 手腕 手肘 肩膀 肩底 都鎖得 頸都鎖得 這些是我們BJJ 經常會做的動作 是 亦都做一次做一個 armbar 中間是十字褲的動作 那如果不韓服 一路扯下去的話呢 對手呢 是隻手的手肘 有機會受傷會脫離的 那這 剛剛做了一個 好 So the next shoulder roll 的基本動作 就是 Pass對方的 的 Guard 我們在一個防衛 那現在藍衣呢 OK 剛剛做了一個頸鎖 Rear neck choke 好 好 對了 那兩個呢 對手呢 現在盡量 也到再一次 想制服對方 剛剛做了一個take down 有兩分 take down 就是把對方 整低 如果一個比賽裏面 沒有人投降的話呢 最後是會用 剛才的分數呢 去計的 去計哪一個 去贏的 那現在呢 藍衣呢 就想做一個腳鎖的動作 OK 剛剛鎖到 那腳鎖 如果他剛才不投降的話呢 他的腳本呢 是會受傷的 那 那大家見到呢 現在呢 我們這次呢 示範 這個 他 pass了 藍衣的格 現在呢 他拿到他的back 拿到他後面 OK 做了個Rear neck choke 兩方面都做了一次Rear neck choke 給大家看 一個叫後頸鎖 那這次來講呢 兩個男生啦 那但是呢 其實呢 現在呢 都很多女生去打BJJ 因為BJJ裡面來講呢 我剛才都講了 標榜呢 小顆可以打贏大顆的身體 的 OK 那現在再一次做一個take back OK 4分 一般來講 take back已經4分的了 如果他不投降 如果投降 投降的話呢 那已經 完了 基本上 好 還有兩秒而已 喔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了 鍾慧和浩然的示範 多謝 Professor Samuel 和權貞 好 那交給大家 拜拜